当时东区东信里书法班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四年 为让学员们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当地里长今年特别选在清水港区艺术中心举办成果书法展 一共是展出43幅的创作 除了有力书 楷书跟草书等各种的字体之外 还有学员们画上金鱼或是金龙等等 为墨宝来点缀 而细腻的作品呈现让人为之惊艳 墙上挂满各种书法创作 吸引民众驻足欣赏 成立四年的台中市东区东信里的书法班 为了让学员们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当地里长今年特别选在清水港区艺术中心 举办首次的成果书法展 今天的展出就是鼓励同学能够认真的学习 所以大家一听到要展览都非常的高兴 看到大家的成果这么认真 这种成果也真的非常的高兴 里长表示书法班内不分年龄也不分高下 主要是希望结合一群同样爱好书法 想要学好某笔字的朋友一起学习才创立的 而这次一共展出43幅创作 除了有立书凯书以及草书等各种字体外 还有学员画上金鱼或是金龙等 为墨宝来点缀 有一句话叫只有累积没有奇迹 真的除了兴趣之外 真的就是要透过不断的练习这样子 那我是希望就有这一户对领 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和谐快乐 虽然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是我希望说我能越写越好 相信在未来我能够再举办一次成果展 起初他们不敢出来说我要展览 但是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说 我们再展览一次先留起来 那明年我们再展一次你就能够看到 你的作品你的字是有多么的好进步 透过书法成果展不仅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也希望藉由推广让每一位学员爱上书法 进而认识书法之美 而展祺自集日期到9月1号为止 也欢迎喜爱书法创作的民众 都能前来观摩交流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